欢迎收听 这一期的家庭Wave节目 我是薛豆 我是Way 一听到这个阵容 大家都猜到 这次我们要说什么游戏 王国之心 谢谢你 说的对 其实大家也应该猜到了 因为这期Wave上线的时候 正好是尊重奥奥七重生 上线前的最后一点时间 对 我们这应该是发出来的时候 还有几个小时 大家可以去深处体验到 新的大陆 新的故事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 在关键的时间节点里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玩过的 这部作品的一些体验 因为其实怎么说 我感觉 其实这几年就盼着个作品了 真的就盼着个作品 是吗 因为 自从我玩了Remake 上一部作品之后 我就觉得说 不行 太难受了 它那个结局就让我很一忧未尽 我特别希望能看到 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一些新的故事展开什么 所以说之前也是能提前玩到这个作品 我自己真的是全身心的玩进去了 然后玩的很累 因为本身它内容量也是超乎现象 因为它这次相比上一作Remake 这次有那种跑图 然后倾地图 这类似的这些游玩部分 所以会整个游玩时间会拉很长 你通关用了多久 我一周目用了58小时 而且我是只是在探了一半 所有内容量用了一半的情况下 用了这么长时间 所以其实内容量非常恐怖 当然我觉得我一个人可能就不大客观 所以我这次叫了翅膀哥来 因为我也是请翅膀哥 但是我们两个 你加上我能客观到哪里去 相对来说 比起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机型输出 我觉得你可能能帮冷静一下 除于那种比较冷静的 帮我分析分析 这个游戏中有哪些不好的点 但我现在玩的部分还相对比较少 我想想 昨天我是到了预告片里面公布过的 猪诺地区的门口 我甚至还没进去 这在游戏是 等于说是进入了第二张大地图 然后我刚刚算了一下 我玩了大概有6到7个小时 6到7个小时 其实挺长了 而且你应该是没有探全 我把第一张地图舔遍了 舔遍了是吧 那打得挺快的 我觉得是挺快的 因为我记得当时SE邀请我去东京 去他们总部玩的时候 我第一张图舔遍用了大约是8个小时左右 但是大家如果从零开始的话 你进入第一张图之前 还会有一个很长的序章 对 这个也是预告片之前公布过的 其实就是尼富尔海姆的回忆 对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一段 萨菲洛斯在火里面回头 对 非常经典的桥段 然后可能你要把那一段 体验完了之后 再加上第一张图的色舞内容 那就10个小时以上了 差不多 对 而且因为毕竟玩家要探索 探索要需要花一些时间 然后序章的播片会比较长 对 所以大家就可以做好心理准备 这游戏 就是你跳那个成就 真正的开始 你跳这个成就的时候 很可能你都已经打了将近10个小时了 是 但是那个它真的是真正的开始 对 但是怎么说 它确实是跟以前第一部作品的感觉不一样 因为第一部 它是一个类似于我们常说 一本道的这样的玩法 就是你从A跑到B点 然后去看剧情 然后再从B点到C点 就很直直的一条线 它有一些很小的分支 但并不很重要 这前作的感觉 但这一部 当你从米德加出来 到了一个真正开阔的世界的时候 你可能会 你下次觉得很迷茫 因为那个地图很广 你往哪个方向走都OK 它没有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道路 你可以去爬爬山 你可以去看看建筑 想干什么干什么 所以当时就是玩之后 一下子就觉得不一样了 真的是不一样了 对 它就是地图拉开之后 就跟上一座那种 怎么说比较传统的播片推进似的 就完全感觉不一样 玩起来也是体验不一样 但是我并不觉得说 他把地图拉开 放这么多 大家所谓的 问号之线在地图上 是一个多么好的选择 你觉得就这样的玩法 你不是很 因为他这个代价很大 所以我觉得他用了很讨巧的事 就是他地图是分块的 他不是像的 像2077或者像巫师那种 就真的是开放世界 你想你在大地图中 撒压的跑 跑哪个地方都无所谓 但他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只能在这一块 你在这一块里面 有很多玩法 然后等你全打完了 然后跟着剧情 你回到下个地图块 在这个一块 里面又有好多好多东西 其实相对来说 它不会让你觉得很自由 它是有限的自由 就是它的代价就很大 就是一方面能看出来说 他们想做一个大的 一方面又说怕做死了 我们就做稍微精简和控制一下 对 所以我在评测文章里面 我写了 这是个很讨巧的办法 一个是你本身 做一个特别大的地图 这个很考验你地图设计的功底 而且在技术层面上 它的实现也其实比较难 它分块 一个是能够让这个故事的 让这个内容更紧凑 因为你在地图画上 有很多很多事可以做 然后你到下面来 有很多很多事可以做 它不会分散你 这个玩游戏的这个注意力 同时你 它对于这个整个游戏的故事推进 也是有起到作用 但是就说回来 我要这个说 我刚刚觉得代价大的地方 一个是那个画面 我的妈 对 真的是 这个游戏分这个画面 图像模式和效能模式 是吧 你开的是哪个 我是习惯高帧数的 这个就是高帧数模式 那个分辨率 就是跟我平常 眨眼镜踢球差不多 真的说 对 我觉得就挺崩溃的一点 就是我没想到 它的画质 就是它的性能模式 怎么能这样 这个事就是在我 在玩试玩版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了 就是好多时候 比如那克劳德 站在那个弹光下面 它那个阳光打 它那个脸 那个脸就是一片白 我一开始以为 是它那个光影有问题 就玩试玩版的时候 我进了这个正式版 我才发现 原来是分辨率有问题 对吧 就是特弧 而且它有些 其实它我觉得 它光影是有一定问题的 但是我也 对 它光影还有很多问题 其实我也没法说 因为我不是做技术的 我不知道它到底问题出的在哪 你像 比如说我在游戏中 有很多矿坑那种地图 地图 矿坑里面会有一些 水晶反光 水晶反光打在人脸上 那个人整个脸 就会变成那种绿油油的感觉 就特别像是 熬了几天夜没睡着的我 我在技术还发了个图 对 那个就是我 那个就是我直接截的那个原图 就是那样 就太怪了 怎么会这样 然后第二个就是 它另外一个模式 是你用的图像模式 是吧 你忍得了那个帧数吗 我忍不了 反正我是进去瞄了一下 我就切回来了 因为它带动态模糊 然后它本身帧数就低 它又模糊 又稍微有一点点帧数不适应 但是怎么说 相当于我玩12版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性能模式 帧数是相对来说稳定的 它没有像是我当时玩12版的时候 这就是一些高粒子 就是粒子比较多的场景 它会有很明显的掉针 对 这个就还感觉是OK的 可以接受 然后我看他们说 这个大家玩到这个版本 就玩到游戏正式发售的时候 会有个首日补丁 然后说会优化性能模式下的画面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反正我也没打 反正现在这个画面 绝对是很吓人 大家 对 且玩且珍惜 你能感觉到 它开始播片了 跟没有播片的时候 是两个游戏 对 你就能感觉有三个阶段 一个是特过场动画 过场动画是30人 强制30人 过场动画做的 真的太细了 就怎么说 就让你感觉到 SE的技术力还是在 在CG动画上 对 在CG动画上 它这个技术力 仍然是整个日常中 非常顶尖的 到了过场动画 它开始这个人物有 就能看出 它那个动作是有捕捉的 所有动作捕捉 你现在觉得 是还可以接受 但是一旦到了 那种小任务 或者你在大气层上移动 所有的角色是那种 就是那种 掉指令那种 那种画面的情况下 你会觉得 我的妈 太要命了 而且 我觉得它有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你在 阳光明媚的 大草原 进入一个洞窟 对 它瞬间会变黑 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你在往外走出 以后瞬间变白 对 所以说就这个是怎么 这好像是一些 3D游戏的通病 倒不是说SE有的问题 很多游戏都有 很多游戏都没有处理好 然后SE在这会儿 也没处理好 他们游戏处理不好 对 然后 所以我当时 我写评刺我也纠结 就是这个画面怎么写 因为画面是很多 玩家的第一印象 所以我就觉得 美术表现力 跟画质这个事 是分开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这次因为 7RE 从7RE到7REB 它从一个钢铁大都市 来到一个 充满了升级的一个 新世界 对 就是相对接近自然的一个世界了 有沙滩边的这种村落 然后有一些小村庄 然后有一些 残缘断壁 有些遗迹 就一下子 它整个画面 就元素变得多样化了 所以这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它的SE美术水平 是在线上的 尤其是说以前 因为按照流程来 你会来到很多 以前你玩过的一些地方 很熟悉的地方 在以前 它就是一个破贴图 你能过着 就几个场景 固定镜头的场景 从A到B到C 这个村就完了 但这次 你可以在村里面随便走 对 然后会有一些 相关的对话和探索的 小支线 等于说是小支线 小支线 你又可以去 全方位去观察这个地方 你才会理解到 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这个村子是这样的 它一下子变得丰富的 特别特别多 而且其实它在里面 融入了很多想法 就是很多 它补充了很多细节 让这个东西变得 更加真实 这个我就不知道 对 但这是往后面 就不剧透大家 反正你会觉得说 对比当年那个感觉 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 它就很 它会让你觉得 似曾相持 但是又很美丽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是值得夸奖的 然后另外一个 是它大地图探索 里面布置的这些 等于说是问号点 大家俗称问号点 和那些小支线 我玩了第一张地图 我那种凑数性质的 重复性质还是偏多了 就查德利的世界任务 对就是最重要的探索任务 还是偏多了一点 比如说那种探查一个水晶 然后第一张图 我记得有四 对生命之流 对有四五个 然后你就走过去 按一下QTE 然后他就给你写一个文档 然后再触发下一个直线任务 对 这个它是贯穿整个游戏史中的 就是你每到一个大地图 都会这些东西 然后就是 其实无外乎就是开塔 对 开塔 然后去召唤兽 召唤兽窟窟 然后扫水晶 对 然后一些 打怪 讨伐任务 对 全这些 然后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古代遗迹 古代遗物 古代遗物那个东西 是非常特殊的一个 因为它牵扯到一个 比较重要的角色 对 然后它是一个长的任务线 对 然后这个任务线 每一个部分 就每个地图中的 这个任务是不一样的 你玩到后面 它还会有小游戏 当然这个小游戏 强制让你玩 小游戏 咱们放之后说 对 就这一块稍微有点变成 但大部分是大差不差 所以说你等你玩到 我感觉你等你玩到 后面几个地图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有些重复 我现在就已经 真的有些重复了 对吧 它这个难免的 因为它就是这个套路 你看你每个地图 都是类似的 然后你其实你为了 你做任务 其实就是为了 让查德利那边 能多生成几个魔精石 对 然后多打点任务 然后召唤兽的任务的强度会下来 对 强度会下来 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说 一上来觉得特难打 就多去开几个召唤兽的动扑 然后召唤兽本身你获得之后 它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它就是给了你一个选择 对 厉害的玩家 我现在看了之前试玩版的时候 有人比如说打第一个泰坦 就是那种完全没有弱化 没有弱化的时候打的 打的还挺精彩的 我今天早上尝试一下 不弱化打凤凰 难吧 就肯定是打不过 只能说 就挺磨人的 对 就很长时间 要认真打就要打很长时间 对 还不如说弱化一下正常打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那个支线 这次的这个支线 我全都做了 就是绿色那个支线 对 其他个支线是有一些变数在里面的 你有感觉到吗 变数 第一张图的支线不就那两个吗 不止 一个地图大V是五六个 五六个支线 你看其实它数量不多 有那么多吗 对 其实是有的 我想想 三四 我按角色数 一个两个三个 然后算上路行鸟四个 没了 其实还有 还有吗 那我去哪处放 在那个迷雾里面我要走进去 有一些你需要自己去探 因为有些 而有一些任务是你要后期 比如你打了几张之后 它会提示你哪个地方出现了新的任务 让你再回头你才能做 其实它这个任务其实做的还挺新颖的 你像之前大家吃完版 一个都玩的那个 路行鸟 它那个农庄里边那个支线 采花什么的 对 其实它会有一些改变 对 你选择花的不同 人物的对话是有改变的 是 而且采花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玩法 对吧 因为其实其他地方你也遇不到 然后等你到了后面几个地方的时候 它也是会有一些很特殊的玩法 你看我也说了 就比如有一个支线任务 你到了那个公家家 后期的一个地图 那个地图里面有个老奶奶说 我的鸡跑了 去找鸡 你要去引那个鸡过来 你要扔一个罐子 那个鸡会找个罐子 然后你就要把那个绳往回拽 然后就吸引它过来跑 那个鸡有时候会给你逗心眼 就比如说我不动 然后突然冲刺 再碰那个罐子 你这个任务就失败了 不是还有那个摩古利吗 也是这个追逐和捕捉的 类似的小游戏玩法 对 但摩古利其实 到后面也没什么意思 这台摩古利怎么这么丑 这他就是挺丑的 这台摩古利有好几种 凯德西 凯德西那个也是摩古利 凯德西他做的那个大约的机械 那个也是摩古利 就是我们在地图上能探到 那个摩古利长得也太像考拉了 对 他每一的 他每一座的这个摩古利都是不一样 是吧 以前不就是那个标准摩古利 没有 你仔细看每一座摩古利都不一样 都差挺多的 其实 他就是要做出这个变化来 这台摩古利也太写实了 对 这台摩古利吧 哎呦 就是一个纯粹 就怎么说呢 就是给你加了一个玩法的一个商店 你必须要先去抓那个小摩古利什么的 一开始你也玩了 就是捉迷藏 到后面 也是捉迷藏 当然就是大家就更精明了 比如说他那个 有些摩古利会打配合 对 然后地上会有那种出旋风的机关 你可以把它引到机关里面去抓他 对 到后面会有这些变数 但大体上大差不差 这就是一个小玩法的一环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孙中寡养 这一个作品 它能让你玩东西挺多 内容其实挺 内容量挺充足的 当然它还是显得略重复 对 是挺重复 所以你就看你能不能忍受了 对 然后 我现在也 跑了这个开头的主线 这个开头主线 因为我是知道 玩过以前的 对不对 我玩过核心危机那些 就知道它整个剧情是什么情况 所以我会说 体验会没有那么的诡异 对 但如果大家并不清楚 这具体的故事是什么情况的话 会感觉这个第一段 就开头那些剧情 是 特别 对 怪 就是怎么说呢 虽然不想给大家剧透 当然就是这个十二百大家都玩了 我们就默认大家都玩十二百 那也不能这样默认吧 就是说 就是它这些角色的表现 台词 对话 会显得非常的神秘 对 它是很尊重 想这种对话 我只能说这样 就是我在评论文章写了 催味浓 挺浓的 就大家老是 瞒着你什么 就说话说不干净 我觉得这是SE游戏的一个问题 是 我不喜欢这种 我不喜欢这种说法 以前我可能觉得是OK 但我觉得现在这种不常量说话这种事太难受了 游戏在综合器里面依然也有 大部分的时候你是能理解的 很多人都很好说话 但是到了关键时候 所有人都在瞒你 不知道是为什么是这样 可能是有什么事要瞒着 那怎么说呢 剧情咱具体不讨论了 还是那句话 因为你也没玩到后面 对 现在玩到后面 就玩穿的 也就我们几个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作品不好说话的成为很多 对 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对 要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有些地方你也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是吧 对 也看不懂 因为它不好说话 本身不好说话 然后再加上 这部其实挺有野心的 因为它要为第三部做铺垫 所以它其实解答了很多前面的问题 当然它得在后面 就留下一些 你得值得你期待的东西 对 就像上一部的结局一样 对 上一部结局是特别炸那种 对 就这种 哇靠 怎么会这样 难道让你会引起期待 然后 但是这部 这部我仔细对比了一下 发现我玩这一部之后 不是那种 上一部那种兴奋感 就是我玩这一部之后 我就感觉到 我心里有个预期了 我觉得我下面 后面的故事 我应该会怎么样发展 我想看这些故事 后面是不是真的如我所料那样 上一部是完全我想象不到 下一部会怎么做 那是 对 这种期待是不一样的 而且它也不会给你那种 你第一次玩到 初代那种经验感 因为第一次玩 那个时候就是 从综合起大头娃娃 变成这种画面表现的时候 你是会感到震撼的 但是在经过了上一部的洗礼 包括奸奏出来之后 你就会有一个预期 性的预期 就知道 这个作品它表现的一球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它不会给你那种很 很惊艳的感觉 这个是我玩这个游戏 最大的一个感受 是 而且那天我跟 我跟一个几个 几个网友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 你现在在看 《追踪幻想7》的故事 你会不会觉得尬 我想想 其实它整个 揭露你玩了吗 我没玩 揭露你玩 你算一下它整个 我们就说 《追踪幻想7》的主线剧情 它其实是在用一个叙事轨迹来 在中间发一个大的转折 然后再来塑造这些角色和人物的形象 然后后来随着它这个系列 就7的衍生作品越来越多之后 它补完了所有的叙事的轨迹和谜题之后 会成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 但是如果你单看97年地板的话 可能会稍微有点 也是很唐突 有一些地方 是 这怎么说 就是我在讨论之后 我发现一个事 就是画面的进步 它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作品的故事的表现 就怎么说 就是咱当年看的大头娃娃 对吧 所以它没有那么真实 那就演出叙事效果 它的叙事效果 其实夸张是你是能接受的 对 比如说像尤飞那种 我还是要点名说尤飞 因为尤飞是个特别典型的 日系动画里面的角色 他过得就特别夸张 特别要次元 那种忍者跑 然后那种很夸张的语言 表情 还有声调什么的 原作里面本身 也是个特别皮的角色 他虽然不强制入队 但他我记得原作里面 他会偷你魔金石 对 就气死你 然后最后大家会怀你 但就这种很夸张的角色 但是你放在现在的画面来看 因为整个人都变真实了 所有的画面都变真实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用一种夸张的方法 去演绎的话 你会觉得 它又没那么真实 它会有一种很微妙的 我觉得是恐怖古理论 它不大像是正常人 能表现出那样 但它又是有一个正常人的外表 所以就会让你觉得是 可能会 比如说看来会有些尬眼 我觉得这可能是 SE故事 性 跟这个时代 有些脱钩的一个节点 其实是野村的风格 野村的风格 我觉得是野村 其他 SE其他游戏 倒没有那么严重的这些情况 当然也不是也算野岛 因为具体是野岛写的 但野岛这个人 但是你说 王国之勋也一样 但王国之勋还好 他还没有那么真实 你看F7 他对角色的表现力 其实他已经刻画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了 你看包括U2片上出现的 文森特 席德 这一部基本上等于 主要核心角色都集结了 你能感觉到 你说过这么多年 这个角色 他本身的魅力又更深一层 而且甚至在一些关键故事上 他其实是加了很多笔墨 去描绘这个角色本身的性格 然后以前可能一笔带过的 或者是确实不是很合理的东西 他也是有做了修改 他会让你觉得这个角色 比起以前是更有感染力 而且更真实 以前文森特 就是一个很神秘的那种打手角色 后来是两个游戏 一个半游戏 把它补充成了现在的形象 所以这一部 当你看到文森特的时候 你会觉得 他仍然是个很神秘的角色 但是他比起之前 他能表现出的魅力 又更近一层 这点也是 而且希德也更是这样 希德在原本 就一开始登场的时候 他就是开飞机的 但其实在这一部里面 他跟克劳德之间 有更多的对话 跟整个主角团 有更多的交心的地方 所以他就变得 就会让你觉得很丰满 比起原作一开始 能够感觉更可信 而且这一部 他其实原本上 上一部 他可能是做了一个 整体的铺垫 告诉大家 SF7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故事的展开 然后做了一下世界观 什么神罗 神明之流 魔谎 这些东西 都讲一讲 但这一部就开始 深入角色了 在这部过程中 你能看到 他有专门为每个角色 准备的一个故事线 对 这一章里面 会去讲他的故事 对 然后他这个故事里面 他就是完整的 其实不会把整个角色 人生全描绘出来 但是他会 截取几个很关键的地方 然后你会觉得 很感动 或者是说 原来这个角色 还有另外一面 我觉得这一部 我很喜欢巴雷特 我以前觉得巴雷特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忙 特别忙 这一部 一开始表现也很忙 但是在这一部里面 他深入的去描绘了一些 巴雷特以前的故事 然后 根据他的老朋友 什么的 然后就讲了 巴雷特为什么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了 所以我就一下子 让我觉得 这个角色挺可爱 我现在最喜欢的是 十三 十三是吗 对 十三也是 十三这次 我觉得也是不剧透 大家玩之后就发现 原来十三是 是这样的角色 对 他跟那个 二一的时候 那个十三是不一样 对 十三二一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 你可能会把它当作一个实验题 他可能有一个 很神秘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背景 然后不是很通人性 那种感觉 这一次的时候 你跟他一块旅行 然后你 他也很搞笑 他起鸟那个动作 对 然后他攀岩那个动作 对 然后还有那个 幼儿片出来 然后他穿那个人类 对 神罗士兵的服装的时候 因为他 他有这一面 然后就让你觉得 每个角色比起前作来说 就更 更有魅力了 而且包括咱们几个两大女主 对 爱里斯跟蒂法 也是在这一部里面 有非常深的刻画 对 因为大家毕竟看 玩i7都是觉得 看故事来的 对吧 看故事 然后有党争 对吧 党争这个东西在所难免 是 但是这一部里面 他亲家了那个好感度系统 对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折衷体 原本就有 但是这一部里面 他的好感度 就是等于名化了 他会告诉你 你比如说 你这部选择 选择完了之后 他会提示你 好感度有产生变化 不知道怎么着 而且 小剧透一下 你二周目的时候 你再去走原本的选项 它的选项是有提示的 它选项会有轻 比如你选的这个 它好感度加得多 它就是三颗星 然后不加 它就没有轻 或者是一颗星 就是这样 变成这样的感觉 而且你在通关中 你可以看 你哪个角色好感度 你是有选择了 哪个就没有选择 你都可以去 比如在二周目的时候 你再重新去优化 我现在已经进了 这个刷好感度的阶段了 是吧 因为它那个技能术里面 有一些技能会影响到 在战斗中的使用频率 会影响到你角色之间的好感度 对 这点我还挺疑惑的 因为我之前采访制作人的时候 他说他不希望 就是角色好感度跟战斗绑定 因为就感觉说 绑定之后 可能就是角色就会 你就会有意识去用某个角色 就老用他 老用他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刚才说了 他有很多单人的战斗 对 所以他其实要求你 对每个角色都必要有这个 真就是认知 因为在他的剧情中 只能操控他自己 对 所以你对每个角色都得用 你才知道 然后他这代也强调你 灵活搭配队伍 不同 应对不同场景 对 因为这一次 吃空十三跟凯特西 还有尤飞 正式加入队伍了 这每个角色他都有一个 就怎么说 他的维度更多了 你像之前我说 巴雷特他是个偏肉盾型的角色 然后你会发现 冲十三也是 但是他是一个偏防反的角色 对 他打反击 打吸血的 打吸血的 对 他跟巴雷特是远程 他是个进程 对 近战 然后就等于在这个维度上 他又出现了变化 尤飞是一个特别强的角色 他可以切属性 他的普攻可以近可远 可以切属性 特别好用 而凯特西是一个 像原作一样 也是一个看脸 原作凯特西就是 头子 摇什么技能 这个也是 但也很好玩 所以说一下子 整个你的战斗的维度 广了之后 他就变得很有意思 我之前也说 他原本的战斗 我觉得很满足 就上一代 上一代 我很满足 当然有很多朋友 他不习惯这种战斗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他确实不像 想象中那样 我觉得你一开始玩的时候 是不是也觉得 他特像一个ATT 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是习惯点开 你是玩那种 classic那种模式 不是 我是用动作模式 但我会习惯点开 菜单来想和出招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 但后来就 会用亏捷键之后 就不用点开菜单 满脑子就直接想好了 我不喜欢用快捷键 是因为不够用 就只有四个 对 他现在你可以通过技能术 点到一些什么固定能打出法术 特殊法术属性伤害的那些技能 锁在你的技能表里 然后你武器熟练度会给你锁一些技能 而且这次就是你空中跟地面 我不知道前作是不是 忘了 就是这次的空中跟地面是两套 你可以制成两套不同的连段 对 然后再加上刚刚我们提到 会影响好感度的这些技能 打招召唤兽 然后还有 就是那叫什么 联手系统 对联手系统 联手动作 因为快捷键根本不够用 所以我还是直接点开菜单 其实这部作品 我觉得它的战斗系统 应该是特别优秀的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 他为什么不能跳 因为好多敌人是浮空的 对吧 因为可能好多人就觉得 你既然动作性 就动作表现那么强 既然角色不会跳 这个事太怪了 对我打demo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一个感觉 后来发现 他其实有能浮空的办法 但是你需要去研究 比如说克劳德 他的浮空的方法 就是回避之后攻击 回避之后立刻接攻击 他就会自动去接浮空 然后他能打远程 还有D法也是 D法怎么浮空 就是摁住蓄力 蓄力普攻 他就是一个上钩拳 他能打浮空 对 所以这方面你得研究 你要是单纯的 就是看他给你的操作 你会觉得很难受 对 而且还是那句话防御也没那么强 回避也很 我到现在就没怎么用过防御和防反 我用13 我都是硬挨打柔的气血 对 所以说 为什么我说这一部 我在评测里面写的 这一部特别喜欢联手这个东西 联手系统 因为这是一部新加的一个系统 然后他一个就是为了 本身这部作品是讲同伴 跟同伴之间旅行的故事 加深好感度 所以咱就有联手系统 他说联手系统做的特别有意思 他是一个加法 他是在原本游戏 没有改变游戏玩法的基础上 加了一个新东西 就是你比如说 他这个联手系统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联手动作 还有叫联手能力 对 一个是要耗资源的 一个是随时用的 对 联手动作是你按住防御的时候 他会 然后按住防御加四个按钮 他可以触发一个 攻 就是进攻 然后他这个可能会有防御 防御之后射击 他有 你看我经常用的就是防御之后 他会进入一个招架状态 打了之后瞬间防御 然后在你的对手 就是你的那个连携人 他会给你补充攻击 他就是两个人蓄力 蓄力攻击 对 这个联手动作 其实是一个比较上级的一个技能 就是因为他要 他要看你的使用时机去用 因为他也不消耗ATB 所以说他更倾向于这种 你会 你非常熟悉这个战斗的时候 你可能会用他去打出一些花样来 对 联手动作是你消耗ATB 他会攒那个联手值 然后那个联手值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跟你这个伙伴之间就可以发动一个合体剂 对 这个合体剂不但能 有的能造成伤害 有的可以造成一些 就是知道一些 加属性 加暴服 对 而且非常强力 比如说ATB变三段 还有你的极限值上升一 对 我曾经试过 就是你极限值上升一之后 你的这个Limited技 它的威力确实有很明显的提升 而且你像估计那个二级三级 都需要靠这个技能去 你去把它撑起来 所以他其实在本中 是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对 我这个早期一些战斗 就是因为我的战斗并没有在认真打 我才要刷很多东西 刷武器熟练度 刷好感度什么的 是 所以经常把自己打到比较边微的状态 然后靠这些联斜剂 倒是可以比较顺利的反击 对 因为这个联手剂 它是不同于ATB的 ATB你是需要攻击敌人 然后需要时间去恢复 但是你这个联手剂你可以攒 攒住之后 比如说敌人上天转阶段了 他可能上天会有些垃圾时间 你之后攻击不到敌人 然后你比如说你的这个远程角色 在CD或者也没有什么ATB 就是攒的比较慢的情况 你这时候就可以用联手剂去打他 对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给自己加buff什么的 或者比如说你发现敌人倒地了 用联手剂去延长他那个历劫的时间 对 然后再去打出更高的伤害 这次有个奖杯是300%的伤害 其实就需要这个技能 300 我觉得上一座也有吧 对也有 这一步你用这个技能 就是能更好打出来 加地法的还有凯特希那些 加倍率的技能 就特别好达成 所以其实实际上来说 他让战斗变得丰富了 也更好玩了 而且我觉得他应该在 他在Hard的难度中 会有更好的表现 是吗 我觉得是 反正我感觉是说 战斗你的 你需要考虑的资源变多了 对 然后你的打法也随之变丰富了 然后再加上这角色 比上一座多了 就可以让你有更多的 自由搭配的空间 但是他又做了一套系统 是让你 也不是让你 鼓励你 要求你运用所有角色 然后交叉搭配 反正我现在我玩的这三四章 我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 反正就是玩 没有接触过前作的玩家 我还是比较推荐 多换人 别渴着一个角色用 对 因为这个游戏确实很怪 比如说他就是有这个机制 就是你用谁 敌人就打谁 是 对 他这个仇恨机制就非常有意思 对 他不像是咱们想象中那样 而且有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这个招回避不了 你明明都翻出去了 怎么着 敌人有些火焰弹 什么 追尾效果特逆天 凤凰 那个什么烈焰凝视 我绕他三四圈都甩不掉 凤凰还好 我记得当时我玩的一个 要打一个白狼 那个白狼也是会放那个火焰弹 就根本躲不开 第一张那个是吧 第一张那个 就是你觉得那个技能 就是你 我死了好几次之后 我才发现那个技能 可能就不是躲的 就硬持 就是你可能 你需要用洞察去看他弱点 在他放着技能之前 给他打倒 或者打成黑的状态 对 打成黑的状态 他就会有硬直 对洞察还是那么重要 对而且甚至有一些任务 是需要你洞察多少敌人 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 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技能 对反正我那个洞察 现在是让克劳德随身携带 然后开场的第一条ATP 直接洞察 对必须要洞察 因为而且他洞察 写得特别详细 他会告诉你这个敌人 是容易什么时候出hit 什么时候会晕厥 他的那些机制什么的 都会给你展示清楚 所以你就是 只要你能 就是我觉得 稍微镜下现在 去研究他这个战斗 你会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玩 对 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 这也是这个很多 就是demo出来之后 很多人说画面不好 怎么怎么样 但他战斗很好 我听到很多有这样的评论 对 我觉得你会 你黑画面没有问题 那画面就是 你黑那个故事剧情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对 但是你要黑战斗 对 不要黑吧 这叫批评 对 你要批评这个战斗 我确实 对不起 我确实不是很能理解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对 大家还是以自己玩的 感受为准 怎么说 其实聊了很多 其实我也不知道 到底聊什么 就是因为我感觉 这个作品 真的有很多 我很喜欢的地方 是 毕竟是FF7 毕竟是FF7 因为FF7本身 他就有这个经典地位 在这里 对 他在那个年代 然后创造了一个 视觉上的一个 怎么说盛宴 然后在新的作品中 他又 怎么说 又给你带来一些 全新的体验 对 然后我记得上一作 刚出了小 刚出的时候 小五就问我们说 为什么 这样一个游戏 他就是说 原来的游戏 重新做 还要拆成三份卖 这算什么 什么 什么骗钱行为 新的商法 对 但本质上 其实我和豆哥 当时就跟他说 这本质上 并不是一个游戏 对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续作 甚至 对 野村说这个作品是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7加plus alpha 对 别听他的放狗屁 他就这么说 对 他说着你听着 对 反正大家可以理解为续作 他并不是说重制版 对 就是怎么说 我玩 我对综合上7 是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我觉得他足够经典 所以我期待的就是说 他重制不单单是重制 他能给我带来一些 什么新的东西 对 我觉得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这一作就开幕雷击 就是扔给你一个新的东西 对 所以大家体验 这个开幕雷击 确实是我没有想到 我也没想到 对 我当时玩的时候 我也被震撼到 当时我一带通了之后 我跟豆哥有很多猜测 但我没想到是这样的 对 我也没想到是这样 他就确实是很好 他搞事 对 而且他搞的挺 我挺满意 我希望是这样 如果他真的说 你要是 真的完全重制 一个老板的FV7 没问题 但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思 我玩也会肯定会玩 但是他好玩 他能多好玩呢 可能也就战斗好玩 他可能让我在 几十个小时的游戏体验结束之后 就觉得还是那样 就是那种电影高清版的感觉 对 我觉得可能 就有点可惜了 但是这一作告诉我们 他不是这样打算的 对 而且我觉得在玩完之后 我确实更期待 四年之后 他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他说的是四年吗 就猜 我姑妹也该四年了 那王国之心四也在做呢 是啊 别耽误了 没事 野村 你看现在野村根本也不露面什么的 我看了他最新的照片 说挺憔悴的 对 我经常在微博上看 有网友发的 他对自己的颜值 一直都是高标准研要求 所以也是挺辛苦的 而且其实怎么说 这次真的是提前一周 就放出了GS评分 对SE来说 本身他对这个作品 也是足够自信的 F7是所有最终化想历史上 卖的最多的作品 那废话 所以说他们其实 也是某足了权力 去做这个事 他们也没有敢像 最终化想16那样 就是改 往新了整 没有 对 他们还是有些坚持 那个完全星座和原作基础 毕竟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在玩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想 现在的就是没有经历过 PS1时代这种新玩家 我 就是说你 看到某些剧情 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受 对吧 会不会觉得说 好土啊 我说 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设计 我觉得它是有实在意义在里面 但是它在改 比如说一开始 有很多小游戏 我这原版有一个人工呼吸的小游戏 人工呼吸 对 不知道吧 记不住了吧 原版有个人工呼吸的小游戏 给油飞做人工呼吸 在这一步就没有了 这不太好吧 对 因为你想想你放到现在 在做这种东西 你就会觉得 是不是不大合适 对吧 还有一些 就是日本常见的一些这种色情暗示 性暗示这种东西 其实在本作中也有 太多了 开幕就有 对 包括你看大家现在发的这些 这个地法的泳装罩什么的 对 这个就是日本的一个传统 就是日本人作游 他就得多了 得带点这个 也不是吧 就这些老 那几个老逼做游戏就代言这个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 我觉得每个日常都 就是老 老逼太多 老牌日常做游戏 都是要带点这个 可能印象在里面 因为老逼还是太多了 对 这部作品也一样 你也可以从中去感受一些 不是很 不是很现代 可能就是当年 那个味道 对于老玩家而言 确实暴击 说当年这些东西 你现在再回头看看 你可能感觉就不一样了 或者从你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 当年这个故事的主旨也好 一些很感动的画面也好 就是那个味道是不一样了 以前它是一个环保 老题材的游戏 对 这一部感觉好像跟环保也不是很沾边 有一点点关系 毕竟没甩掉原作那个技术 对 因为这一部加了很多新的想法 对 就是它感觉野岛野村北赖 这些老逼可能就觉得说 就是把自己人生的一些东西都堆在里面 对 最后一步了 估计是 因为做完了 姑母就退休了 是 下一步再做完 他们都多老了都 是啊 所以说就能怎么办呢 就这么办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作品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JRPG的玩家 应该会很喜欢 对 而且它主要是内容很充足 对 而且大家也没说那个小游戏 小游戏本身F7就很多 这一部作品也很多 而且我觉得做的很有意思 而且它也挺耐玩的 有个别 极个别的小游戏 我是觉得不是很舒服 那太多了 有极个别 但是大致上玩起来是很开心 而且你就玩 打发时间换换口味什么的 你在这个几十个 我觉得你要完美通关的话 八成小时以上 我粗算 八成小时以上 我感觉应该不止 不止 咱就算八成小时 八成小时里面 你可以去做这个 做那个 就玩累了 我去骑个平衡车 打打牌 对吧 然后赛个鸟什么的 就都OK 都挺好的 我觉得这才是自动幻想 应该给你这些东西 它不仅仅是一个 也止藏骂怀的 是 我确实有点止藏骂怀的感觉 就是它不仅仅是故事 它有一个很王道的主线故事 它有很经文的画面 不止这样 我觉得现在的自动幻想 就应该做到那种 量大广宝 我想在里面去做点什么 都可以做 对 去体会点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部自动幻想是做到了 对 而且 我觉得很满足 我现在目前体验也是挺好的 是吧 所以 我现在在这个故事 还没有展开的情况下 体验都挺好的 但展开之后 要是它没有比较严重的失误 我感觉我的眼光也会挺满意的 我反正我认为故事是没有失误的 当然这个故事的东西 太主观了 有些人觉得 有些人玩这一部作品中 肯定是抱着期待去来的 去玩的 对吧 因为你上一部 上一部的结尾是这样 我这一部肯定会有些期待 希望看到一些什么画面 希望看到一些什么剧情 我也不敢保证说 每一个故事真的能 符合大家的预期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比较主观 所以就大家自行斟酌 对 当然我现在的更多想法还是说 能看到最后一部 想看他们怎么把这个事圆回来 因为真的是 我觉得没有任何游戏能做的那么长 也难说 它就是一个故事跟你讲那么长 它跟那个天欧忧还不一样 对 最后双方者 它是每一部是一个故事 你出了好几代 它是这个是一个连续故事 这是个连续故事 你不玩前作 你真的不能理解 他在讲什么 甚至说你不看再临之子 你不玩原版 有好多东西 你也确实是理解不到 还有那个核心危机什么的 对 因为有很多你需要靠前面去补充 所以他对于现在玩家而言 等这么久 对吧 我有个期待 然后结果发现这个期待不能满足我 我怎么着 我觉得势必会产生一些矛盾和分歧 也正常 但无论如何 也希望大家体验体验 对 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反正预够了朋友 应该也预载好了 是 游戏也不小 一百多个G 对一百多个G 我为了吓他 狠狠地删了APPF16 删的好 支持 而且这是两张盘的作品 对 而且我还特别担心 你看 这部作品是讲到原作的第四个一 讲到原作第四个一的结束 原本是三张盘 你后面两张盘合了一张盘 那后面这个故事 是不是会有新的调整 或者会有大的改动 因为其实这一步你能看出来 他其实对原作一些小的 我觉得是算小的地方 他其实做出了一些调整 对 他在顺序上稍微有一些变化 对 他其实就很明显的告诉你 后面还有更多的事要解 对 而且留下了新的谜题 希望大家去在下一步里面去更好地去享受 所以怎么说 再等四年 我觉得我是挺乐意的 我之前还说 说这我得无论如何 我得努力再活个四年 一定要看这个故事的结局 我才能安心地闭上我的双眼 对 然后那就先到这 我们也不能说太多 对 就希望大家能在玩的游戏过程中 尽量减少外界的干扰 去好好体验体验当年的经典的作品 而且我觉得放到可能再回首20年 再回首就看重制版的时候 你也有觉得它还是挺经典的 对 好 行吧 就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在这个叫什么 那个地方叫什么 哪个家母 再见 行 再见 拜拜